大家好,歡迎來到試駕頻道,我是Blu 今天我們試駕這台車是Toyota Town-Ace Van 就是所謂的鄉型車版本 我們今天試駕的規格是手排然後雙人座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後面非常的空 我們今天就是開一個純粹的貨車 那大家知道這個Town-Ace啊 非常受這個各個陶家們的歡迎 那為什麼我們由年輕人來試駕看看這台車呢 當然就是因為它這個造型 其實在日本已經有引起一個大的風潮 就是所謂露營迷非常喜歡的這個改裝的風潮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以年輕人的角度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但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開貨車型的車子喔 其實我在一上車的時候我就覺得非常的特別 老實講 第一,我們坐的位置呢 在這個前輪而已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視野 然後我們的座高都非常的特別 再來我們方向盤的位置 不是在前方 它是在你的下面 所以它那個感覺有點像開巴士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開習慣房車的時候 你在平常撥這個手排的位置大概是在這裡 我剛剛真的有幾度這樣 原來在這裡 在看回來內裝的話 一是它的方向盤 你可以看到它的方向盤一個按鍵都沒有 所以呢 針對於年輕的這個玩車的想法 其實你的方向盤 是很容易可以去改裝的 甚至我們假如說想要改一些木盤 復古的木盤或者是什麼 你就是把它拆掉換上去就好了 再來第二點 它的娛樂系統 它是屬於外掛式的這種音響 是跟主機完全沒有關聯的 跟車子完全沒有任何關聯 一樣你可以把它拆掉 改成你想要的 有Apple CarPlay的 有導航的 那再來是這個椅子呢 它也是屬於這種耐磨的這個 塑膠皮質一樣 你一樣可以針對你想要的椅型啊 或者是皮質的充包啊 或者甚至想要換一張什麼樣的座椅 都是非常的方便 那這次它搭載的引擎呢 是一個1.5升四缸的NA引擎 這顆引擎它的輸出是97匹 扭力是13.7公斤米 搭配這個武術的手排 其實它的邏輯呢 我們不應該把它放的 跟平常房車一樣的那種想法 它整體的這個扭力呢 是來的比較早 在後面呢 反而是給你一個 非常緩和的這個曲線 所以它的動力輸出 反而跟我們平常開房車的這個想法 是不太一樣的 另外一點呢 它的離合器 跟我們一般的房車的感受 也差非常多 它因為貨車的設定 它可能是為了在你載送的時候 方便你不要熄火或者是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整個離合器的行程 它在半離合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是 在你剛踩下去一點點的時候 就已經是半離合了 所以你整個下面 行程是完全沒差的 這是要適應一下的 像現在呢 我已經放到5檔了 然後 時速大概在80左右 2000轉喔 這時候聽起來真的很像是 我們一般開房車大概有5000轉的這種聲音 這個聲音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引擎 就在我的屁股下面 對我來說 它真的是很硬朗 在我們空車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貨車它主要的部分 就是它後座的載重可以做到很大 那我們現在後面很空的狀態下 它其實後面的這個行車路感是非常的硬 非常的有這個路感 我在過彎的時候 我能感覺到 哇 很細節的這個底盤的回饋 但是 因為方向盤的圈數太多圈 再加上它這個 Toyota它沒有想在方向機裡面 給你太多的回饋 所以 你會感覺到 很多資訊 從你的底盤上回來 但是方向盤呢 欸 空空的 尤其在你轉彎的時候 甚至你會覺得說 欸 它沒有什麼訊息喔 那當然 這台車呢 它是有一些基本的 TSS的輔助 當然不是最新的這個3.0的版本 它是屬於一些比較基本的 它也有胎壓偵測的功能 OK 那我們講到露營 絕對不是讓大家 看看我們車子而已喔 我們這一次也要特別去找一個店家 它針對這個Toyota S Van 針對於露營的需求 非常大幅度的搶荒 那我們實際上去找看看那個店家 到底怎麼玩這台車子喔 OK 那我們開了一段時間呢 我們來到了櫻哥這個區域 有一個非常知名的露營車打造工廠 那當然 神姐是一位狠角色 我來跟她打個招呼一下喔 哈囉 神姐 哈囉 Blue 我們今天開了一台Toyota S過來 想讓你看一看 它有什麼改裝潛力 這個Toyota S呢 我覺得它的改裝潛力呢 就是它打造成一個露營用的車來講的話 它有相當的優勢 一個就是它有玻璃窗戶了 它已經玻璃窗了 對 它的視野是很好的 再來就是說它本身就已經是貨車了 所以它整個的空間是非常大的 非常乾淨的 對 還有就是它的輪拱特別低 輪拱特別低的話 如果我們裝置一個長滑軌椅子可以 或者是它的櫃體可以前後滑動的話 它就不會因為它的干擾 而變成這個整個空間是被壓縮的 所以輪拱低也是一個優勢 再來就是說 這部車有雙開門 如果我們今天去停車 停到三邊角落的時候 我們下車有可能 我們是左駕駛靠右停嘛 那靠右邊停的時候 有時候這邊的客人不容易上下 我們可以從這邊 所以它有好處 那據說神姐是不是有一台完成品 可以分享給我們 來自日本的 來自日本 那我們去看一下吧 好 OK 看一下 車頂上 配上 全新的裝潢 看到沒 我們那是叫空殼 這個叫做完全體 然後呢 他們家自己設計的桌板 這個錄影椅 再來看一下 駐車冷氣 我們的 California 我們的 馬可波羅 都沒這個東西耶 是怎樣 第二排座椅 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洗手槽的標配 再來 一定要有個旋轉儀對不對 然後 各位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它的 是右駕版本 右駕版本呢 其實是 日本的客戶專門 把他們的車子送來給神姐開放 來請神姐告訴我們 它到底改裝了什麼吧 當初是日本 他們有送了一張椅子過來 那因為他們的強度不夠 對 所以汽車在行進間 當中你的椅子的強度要夠的話 你要載人的話 它強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是 所以我們用這個很多的關鍵的零組件 都是符合汽車規範的高張力鋼板的 一些的素材 來打造了這張椅子 所以這張椅子呢 用了四顆的勤氧器 所以它的調角的角度 就可以變成 往這邊 往這邊 然後可以打平 可以收折起來 而且您的滑軌 也可以讓這個椅子 可以在移動的時候 可以很 很輕易的滑動 對不對 包含前座 我們可以旋轉 對 開發一個旋轉座 把它旋轉過來 那整個空間 第一排可以跟第二排 可以對座 第一個需求 第一個用途 是因為 就一張椅子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床面的話 長度是不夠的 那我們把這一張椅子 加上頭枕 打平以後 再加上這個部分 就可以達到180公分 再來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可以折疊起來 收納起來 可以移動 那這個空間呢 加上這個椅子 可以折起來 往前推 好 大大波可以把它折起來 往前推一下 那這樣你就可以看到 這整個空間 可以上摩托車 待會我們可以示範一下 Gogoro也可以上得去 那再來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呢 可以我們講的 載大型的物品 這是一個概念 那有一些人呢 也可以透過它的需求 因為這個收納空間 不夠用的時候 它可以往上發展 整個是中貴高貴上去的 對 沒錯 那它的收納空間就會更多 OK 要主在台灣組成 一台露營車 是有幾個重點的 是 對不對 是我們一定需要哪些東西呢 如果在台灣的法規規定裡邊 的露營車裡邊 有一些要項 那是水槽 水槽 然後車邊障 車邊障 滅火器 還有一個床 還有一個床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水槽在哪裡 好 而且我們的前座椅 也翻轉過來了 已經先轉過來了 所以這個空間很大對不對 超大的 好 這個空間是 可以擺水槽的位置的 這上面是 水槽的 底下是 污水箱 清水箱的位置 那這另外還有一個空間 是可以 你的置物空間 也是可以擺放一個 冰箱的位置的空間 在這地方 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大概是可以放到25公升 的冰箱 而且那個電 你也放在旁邊對不對 電就在這 旁邊這一個位置 再來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們這個車頂 它是擠皮的 這些小洞洞 是什麼概念 我在勞斯萊斯的車子 也有看到這個小洞洞 好不好 這個晚上 看清楚 再來看到這個 我超愛的這種小空間的感覺 行動咖啡廳的感覺 還有這個地方窗戶也有這個 紗窗 對 而且為什麼 神姐它為什麼是兩片式的 這邊是你晚上在裡邊 有隱私的時候 它是可以這樣子遮起來的 再來就是說 另外一個就是 你喜歡空氣好的時候 白天的時候 這地方是通空氣的 你可以使用一半一半 對 看哪個你喜歡 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根據你的節慶 在你的出門旅遊的時候 擺上一些小事 畫不一樣的特色 對不對 所以你們今天的車序 應該會有很多聖誕節相關的東西 對不對 是的 沒錯 那我們上來看一下這個 車頂帳 所以它這裡面的天窗 它是硬的材質 硬殼式的材質 所以 堅固度非常好 然後呢 這個 泡棉 它除了可以保暖以外 它隔音效果感覺也不錯 就是在裡面的感覺 不像 只是 隔了一層 這個 不像是隔了一層布而已的感覺 它甚至有點靜音的效果 然後再來是它旁邊有一些 收納的袋子 你可以把你要的 東西這樣子 分類放好 這邊 左邊右邊都有 視覺也非常好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視覺 非常的特別 上來我們這二樓的車頂上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其實跟我們上次試駕的馬可波羅 甚至像是 Ocean 它的二樓 是一樣的氣氛 但那些車子 它主要是從 車裡面可以移動 那我們這邊從外面看 其實它的空間感 視覺 都是相近的 而且 泡棉非常舒服 OK 森姐 是 這台車真的改的超棒的 不過我有最後一個問題 是 我剛剛一路從台北開過來 吵得要死 這種車子 隔音有沒有解 當然有解 加隔音棉 自身電 OK 我們來敲聲音好不好 敲敲看 你說這個車子 這個是沒有裝的 沒有裝的 我們敲一下好不好 鐵板的 我們來敲一下這個聲音 屁啦 這是牆壁 欸 剛剛那個是板子 這是牆壁 這關門的聲音 就會像開冰式的感覺 它原本也是脆脆的嗎 對 真的假的 這裡有一部 還沒有裝的 這一台還沒有改的 我們來聽一聽聲音 欸 真的 有沒有很大的差別 真的 好吧 OK 那今天非常謝謝森姐 能帶我們看一下 這個Town S居然能這樣子玩 同時我也非常期待 台版的Town S也有這樣的一天 我能開著它去露營喔 非常期待 下一次的試駕 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拜拜